嗯,我想差不多了 好的,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先做到这里 那么我们开始准备我们的下一节 我们的下一节呢是来自于中国的消息 那么看到中国目前因为疫情 而各个区域呢都进行了封闭 那么中国的整个社会 包括经济,包括全方位的 出现了停摆的现象 那么中国的民航飞机呢 也是有多的高达七成停飞 那么这种情况的停摆呢 势必对中国目前所谓的习近平的 数次要求恢复经济来讲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实呢,发现呢 其实习近平的一宗或者习近平的政令呢 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一些地方政府 包括一些民众上 民众对于习近平的数次的常委会的召开 所确定的很多话语呢 所谓反应都不像过去那样 极其党员也好 或者是政府普通人士也好呢 都对于习近平 以常委会所要求的很多事项呢 都保持了一种 初期的或者是很少 能够看得到的一种态度 那么彭桃博士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平摆 对于中国经济 以及在常委会所发布的很多政令 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极其响应 您如何看待 常委会的经济员现在 似乎没得到立根建议的响应 这个我想首先是大家为了自保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的厉害 如果大家都响应他的 常委会的命令 指令都出去上班 然后复工 恢复交通的话 等于大家都把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做代价 然后 就说从自保的角度来上 大家不愿意去遵守 去追尽他的 不愿意响应他的资历 但是呢 大家又不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又不敢 对于习近平有半点违言 因为习近平 疫情发生以后 他派了多道主 而派了自己的亲信 到武汉和湖北省 而且在各省各市 他都派了自己的这个什么 就是说我们叫独占队吧 监督这些地方官员 如果有谁违抗中央兵令的话 那是绝对把它拿掉 就是说这一点的话 也就是说 他们内部说的 现在官场是最清静的时候 为什么是去 第一大家自保 什么都 第一 就是说你下什么命令 我不反对你 但是我不响应 第二 但是呢 这个 你这个什么 任何的危言我不说 我说危言的话 我自己 自己 自己 官方 我的位置保不住 但是我出去上班 我让大家都复工的话 等于是让老百姓和我自己 把这个事 把命交出去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的 习近平中央的命令 是很难 一下子贯穿到 就是阵力很难出中南海 但是呢 一部分地区还是在 在响应 一部分的地区还是在响应 只是 不是不是像中央的 要求的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广泛和这个什么积极 我们看得到包括上海 很多大城市 街上都是空无一人 非常非常的冷清 要恢复工作 恢复 恢复生产的那个迹象 根本几乎看不见 这对这个整个整个经济的瘫痪了 应该是瘫痪了 对对对中国经济来说 当然是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欧洲又看到了 也担心了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市场 就生产的停止 生产链的停顿 导致了和欧洲很多消费品的缺失 因为欧洲和美国也是对中国的生产链 非常依赖 一旦中国生产链停止以后 整个欧洲市场就受到影响 股市也受到影响 如果长期这么几个月以后 再坚持两三个月的话 这个整个整个整个国际生产链 就会出现严重的那个断链问题 这样的话很可能 甚至导致人家认为导致出现 那个黑色衰退 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致病的 一个打击 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谢谢彭刀博士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中国内部是如此 国际上也对中国进行了大面积的分禁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没有几个国家 依旧是正常开通与中国的航空交往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有请王俊涛博士给大家做一点评 对 实际上我自己看上去 就是世界在发生像这种大的瘟疫的传染病 瘟疫这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往往会发出一些警告 比如对这些国家要警惕 但是好像这些东西只是会减少 各国会在边境口岸加强一些检查 但是没有像对中国这样这么大面积进行围堵 包括在SARS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都没有远离这个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发出警报 不要到中国去 其实这种情况出现了 这次世卫组织拼命给中国洗地 但世界各国还是发生这个情况 我觉得还是跟中国的致意不利 混乱有关系 这个是跟习近平有直接关系 就是说他 你看习近平是跟这个国务院是有分歧的 我最近老强调这个 习近平强调叫科学的叫精准失策 精准失策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病治病 没病别瞎叫唤 一定要确认他有病在治病 那么李克强的国务院就是要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那就是一个叫什么呢 一病从无 一个叫疑病从有 传染病应该是疑病从有 但是习近平就是因为这一点 你说他不治病吗 不是 他确实让他把他什么 一月七小时都翻出来之后 但是你还要保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你还要保持这个人民的信心和稳定 还要什么 他说要加强春运高峰期间的疫情防控 那就还有春运 这些东西 他为了保持人的信心 他封锁了疫情 我觉得世界各国就是对这个做了一个反应 说你们中国现在报告都已跟我们的人员感受到和看到不一样 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在武汉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消息 知道在武汉在一月中旬的时候 已经医院的人进去得不到看病 人在街上走着的都死掉了 结果习近平看这个还在说到二十号的时候 一月二十号才说有二百二十次病例 而且还没有说死亡多少个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使得世界各国不相信 武汉人也不相信 中国人也不相信 所有才有了 我觉得国外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封杀和中国国内的封城 都是因为当地的人拿不到实际情况 而最后是要被问责的 这么讲吧 习近平不负责任 他那个大嘴巴在那里胡扯 但是世界各国政府说 我这要真的疫情泛滥之后 人民要找我算账的 我说那是习近平骗了我 他人民不会接受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他们疯是疯 还继续保证一下川普也是 他这边疯了吧 他那边还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二百年什么中国南狱的一个奇才 然后还什么他会领导的好 他也非常有信心 我跟他通电话 他一定会接 那但这边呢 他是他疯 对吧 那花学英都疼得受不了了 但是这边呢 川普还抱着习近平亲他的子 但是你说这个 我就讲说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面子是给你 但是该怎么做 我们得怎么做 为什么 我们这真的要爆发疫情 人民要拿我们试问的 国内也是这样 国内这帮地方官都是贼精 说你习近平让我们保持这个秩序 那个秩序 万一要是疫情扩展 你又拿我们开刀问斩 因为什么呢 你那又有一天 一定要什么遏制势头 你要什么精准施策 你要保持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不要恐慌 我们不说有病的话 那老百姓他们就胡吃嘛 胡吃海喝 互相串门 最后他得逼疫情发展 他还是要斩我们的脑袋 为什么 他说 我不是跟你说 让你们要遏制势头吗 所以 而习近平为这个呢 就不透明 你看就中国的专家不透明 现在又开始封杀专家 他把中国什么生化营 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我前段讲了 他本来想用政治统帅制议 这个叫常委否决了 他现在要搞什么呢 把安 他开了一个什么 深改化 深改组织 深改委开完会后 把深化安全 变成了一个国家安全 那你要进入国家安全体系 他习近平就可以说话了 因为国安委员会在他 他可以通过国安委员会 直接跟各部门发 你看他今天我今天看消息 让交通部恢复运输什么 那个东西他没有任何的防疫措施 而且不告诉交通部有什么病 你有没有足够的检查盒子 每个旅客上台上去 你可以看出世界各国 还有中国保持通航的 都是下来之后14天隔离 或者给你进行什么量体温 中国现在你可以从武汉到这里 他做不到 中国他知道做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好隔离就封 而且反正国务院说了嘛 那我们就按国务院的方式做 现在呢 其实是有两个司令部 两个声音 我们是在制议啊 不是政治上有两个声音 说在制议的过程中 至少呢习近平的说法 国务院不重复 而国务院的说法 习近平不重复 而国务院 你可以看李克强的日程表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新华网啊 还有这个所有领导日程表 国务院的日程表 李克强就是一件事 制议制议制议 不是就是在这个围堵这个瘟疫 而习近平要什么呢 我们不要因为制议分散了 我们什么要什么这个治国理念 治国理念什么治国理政新思路 他还在那讲什么这个扶贫啊 小康啊关键年 他还做什么呢 他做的就是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你要知道 它两个百年梦 一个就是明年那是共产党一百年梦 他怎么可能让这个制议 把他这个梦给冲了呢 那冲了他就不是一半梦就做不成了 第二个就是四九年 那个梦倒好说还早啊 我反正到四九年时候 大概你不知道该死都死了 剩下就是就天花来了吧 你不知最后也剩下几个麻子 能活下来对吧 所以到那时候 他还可以继续让那几个麻子 做这个梦 但是他现在面对这个呢 马上就面临着明年一百年 而且现在的专家在前线传出来 三代四代的这种变异 这种在传染 你到第三代第四代 都是他防控不力嘛 封了城还在这么传 你说你要解了封 恢复生产怎么样呢 世界各国因为发生瘟疫 进入紧急状态 国家比较多 你比如像2009年的时候 10月24号 当时那个所谓的猪 那个叫猪流感 其实后来发现 跟猪没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他曾经跟猪的流感 有些类似 他主要不是猪传染 是人传染 那个猪流感 当时美国到10月24号 奥巴马宣布进入国家 进入这个卫生急状态的时候 已经是两千万得病 然后死了四千人了 但是我们在美国2009年 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就是美国人 他真的就是他当时很淡定 后来有人问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病怎么治 后来前两天一个专家说了 美国其实该死的 差不多就是那一年 因为你想咱们就这么说 老人说美国流感死人多少 你这么想 美国咱们现在有两亿人 美国人活100岁 每年要死200万 这200万 假如他现在说了 流感死的80% 65岁以上的人 那你就想65岁以上的人 就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 是11月死还是8月死还是2月死还是5月死的问题 就说但是美国统计口就是这样 只要那天你没死你得流感 你死你就算死于流感 共产党中国不是 他说你看今天不是报道说 发现你癌症要死了给你推出去了 你有这个病 但是只要我不跟你讲 我没有诊断 那你死在癌症 你就是癌症 那个你像SARS说 中国的死亡率要比香港低 那你觉得这个就有点是有点鬼扯了吧 但是香港就是说不管是谁 他只要是死于这个SARS 他就是死于SARS 病发症患 只要他患SARS就算 本来没患SARS他没死 那就算这死 他本来11月该死 但只要他8月份因为SARS死 早死了 他就算SARS死了 但中国不是 你要是有别的病 就算别的病死了 不算你SARS死了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使得中国对世界不透明 世界对中国不放心 而中国国内封城是因为 他知道习近平这个人在掩盖东西 但习一尊要掩盖 谁也不敢说不 他也知道到后来我要真听你的 什么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什么之类的 让他什么交通畅通 最后我这要发生疫情 你还得拿我 对吧 湖北武汉不就这样吗 对吧 湖北武汉发生什么了呢 其实湖北武汉说 我们用了个新的统计口径 我一看那就是国际通行的口径 你原来不用国际通行的口径 传染病的防治口径 是和一般的呼吸道疾病不一样 一般的疾病你可以精准 对吧 得病治不得病不治 确诊才治 那个传染病只要是有 你怀疑他就马上得病 所以他就 但是要这么做 就让大家人人知道 有种病在传播 其实你这么做了 人心反倒会安定 因为谁有病 谁没病大家知道 这个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为什么 艾滋病很厉害 因为他的隐私保护呢 他可以不让艾滋病人 告诉我有艾滋病 他不公开艾滋病人的病例 这样就使得艾滋病呢 你跟他做完艾 或者跟他切完嘴之后 他就可能把病传给你 不知道 所以这个病呢 但是呢 现在习近平现在 就让中国的这个肺炎 这个新冠状病毒 就成了跟在美国 这个艾滋病是 但这个病的传染性比 好像是比艾滋病要强 因为艾滋病不是说 他只要是出了体内的话 多长时间 很短时间他就死掉了 但这个病不一样 他确实 他可以在空气什么 气溶胶在这个传染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发生的 这个中国的停摆 是因为就是 我讲是跟世界各国 宣布卫生体移状态不一样 其实那些国家 该飞还飞 该生产生产 因为他们是 他们真的是说 有病或者疑病呢 是从有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放心 但是在中国 因为他不这么做 才导致了用封城 封城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一旦发展到 这个城市泥滥不可收拾 那就让你们关起来 你们爱死就死 爱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我们就是 做一些象征性的事 你看这个方舱医院 对吧 那是相互感染嘛 对吧 活出来的人呢 就是自己产生抵抗力 就活出来了 不要不然 他一个地方 其实本来自己该好 对吧 那哪里是隔离医院 我住过三零二医院 三零二医院 蒋军的那个传染病医院 一人一屋子呀 一人一个病床 或者一个相同的 这个隔离要求 而且那个防护要求很高的 但是你看 在那个地方哪有啊 那大妈还在跳什么 广场舞 跳广场舞 她呼吸不就加速吗 对吧 吐出来是啥呢 不就是病毒吗 那么那个 在那个人在西进 不就把旁边 那种病毒都吸进去了吗 他们不管 他其实这个 我都觉得有时候 方舱医院呢 在国务院的心情也说 能做多少 做多少 在进入世界 但对习近平来 这是个形象工程 对人民有个交代就完了 你看我就 今天我还说了 他将来你看着 他怎么 他就可以找个替罪羊 说是湖北武汉耽误了 湖北武汉怎么耽误了 你看孙春兰 孙春兰 1月22号 他到武汉时候 还在说要保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让人民过一个祥和的春节 你查 他说是习主席的指示 对吧 你要人民过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祥和春节 那过祥和春节你能封城吗 23号说是吧 封城 我就是今天有人说 是不是习近平让他封城 习近平只说控制湖北的 这个话这么说 但是你后来就武汉就封城了 封城之后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命令是来自令人 不是习近平的本意 而且他现在呢 他一再强调 他现在还是想扭转过来 让中国能够不要 他人没啊 就世界对中国现在没信心 中国人自己没信心 是因为我们把疫情透露了 我们把疫情夸大了 这个传染病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哪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 在世卫组织在路径不清楚的专家都说 就是要宁愿严一点 也不要放松 这样才能控制住 他不是 他的一种精准实测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就是假如不确定 就是不要采取错 制造人心的恐慌 影响生产 最主要影响他的伟光正形象 影响他明年的那个百年梦 对 我觉得我认为 我觉得我是说的很对 那个习近平的现在的作为 就用四个字嘛 就是想当 三个字 想当然 他是以想当然来治国的 就他要完成他的政绩 要实现他的这个中国梦 为了实现这个这个第一个中国梦 他必须他他就说从从想 当然这个角度说是出发 一定要要要迫使他 推出大家把身上回复起来 还要实现他以前提出的扶贫 也和其他一些一些方针政策 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不管就是不谈不可 不管事情 不把不把那个什么实际情况 把放在眼里 而且不把那个什么 科学的一些建订 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或者说这个现在对于疫情的 那个什么进展的一些 那个什么研究报告 不把它放在眼里 这很关键就是说他是一个 用自己为了为了实现自己的 这个什么报复 实现自己的理想 而不管那个疫情 到底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发展的 所以说强热 他要强强 这个催促 催促地方 恢复生产 实现那个他的那个 一些分冲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这以后以后会会会会 他的这个政策会受到很大的 很大的就是线索的结果 会受给他很多的惩罚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彭涛博士 欧洲现在对于中国的航空禁用 以及对于刚才您提到的物资缺乏 有什么样其他方面的应对措施吗 或者是您刚才提到 如果再持续两三个月呢 会出现更大范围的一个物资短缺 如果欧洲出现如此大的物资短缺 他欧洲会冒险开放 与中国之间的物资交流 以及人员往来吗 欧洲 我相信现在欧洲当然仍然很保守 但是也处于两难状态 就是说一是不愿意跟中国 很快地在经济上脱钩 由于这个疫情的发展 但另外从那个角度来看 又怕疫情通过这个不脱钩 而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的话 这个无流的交通 而导致这个什么 比如说航班的那个操场 会导致这个什么疫情的 在欧洲的扩散 但是欧洲现在就是 应对方法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认为特别是德国也是这样 尽量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 对疫情的这个进展情况的汇报 尽量准确地掌握疫情 然后也想希望 也愿意为中国提供 提供医疗和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 而来促使这个疫情 那个什么早日做到控制 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 如果那个什么 中国疫情不可控制的话 当然欧洲 不会因为经济的需求 而给欧洲自己的 老百姓带来生命 和健康方面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疫情都不得控制 欧洲也会保持 与中国的脱钩 这是自然的 因为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第一 经济是第二的 谢谢 谢谢彭道博士和王军道博士 这一节的